我希望放在一个地方 那早期应该是需要怎么样 需要一个database 那需要一个database的话 就需要一个web server web server必须要一个动态网页 动态网页去查询 下sql 语法 去后面把那个database的东西 get回来之后再丢回来给你 但是 这样需要很多东西才能完成你的事情 你的需求很简单 假如你希望只是什么很简单 你希望可以把一个excel的档案 或者一个很小量的资料 做网路的什么呢 就是显示在手机里面这样而已 那你要去 再去搞一个web server 还要再搞一个 什么database 实在是太耗工了 那我讲过啦 如果你可以藉由google drive 可以帮你做一点事情的话 那这样的话 你前面那一段就可以省掉了 你只要怎么样把东西丢上去 然后把它转成一个网页 再把它get下来 不就好了 前面那一段都不用做了 只是要怎么完成这一段 其实这个我是自己try的 市面上的书 市面上的书里面没有这种sample 这个是我自己try的 自己玩的 另外网路上也没有人这样做 这也是我自己玩的 我是把这个当改一下 那我的需求很简单 就是我的一个简单资料 放在云端的试算表里面 变成网页 再抓回来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试看 那我相关的东西 已经帮各位摆上去了 所以摆的位置 就是在 因为我们是在 SQLite那个部分的 部分增加 所以你们 找一下 分享区里面的 第13章的地方 在云端白板里面 第13章里面 我再放了一些东西 我再说一下 SQLite里面 SQLite里面 我刚刚放了一个 是这个online版的 有offline的 跟online online版里面的话 这个画面在这里 然后另外的话 source也在这里 所以你可以把它打开 那底下这边有个就是 全部的程式码也在这里 如果你有loss的部分 你可以自己再去call ok 画面先交给各位一下